巴巴勒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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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的Piedmont 有兩個產區 是很有名的 一個是巴勒斯科 一個是巴巴勒斯科 廠名叫Piu Cesare 講講這間酒莊 我和第四代的傳人很老友 因為他八幾年代 九幾年代已經來香港 他人叫Piu Bobfa Piu是什麼呢? 原來是他太爺的聖子 這個家族位於Alba Alba在哪裡呢? 我們經常去問白松露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在巴巴勒斯科 和巴巴勒斯科中間 他們的葡萄園 遍佈了這兩個地方 這隻是純巴巴勒斯科 它主要的葡萄園 就是在巴巴勒斯科的南邊 巴巴勒斯科本來 沒有巴巴勒斯科的名氣 不是這麼厲害的 它是位於一條河邊 就是一個交通的交匯點 很多人都穿插在那裡 那些酒日漸是出名的 而且它比起巴勒斯科的酒 是軟一點的 所以一般人都很容易可以接受到 巴巴勒斯科 很多人都以為 用一個提子品種更磅 叫Barbera 但不是 巴巴勒斯科 是用100%的Nebbiolo Nebbiolo的性格 都是比較硬朗 都是需要一些陳年 還有少許氧化 令酒軟身 然後才很容易 在Piu Chessere 的廠 他們是發酵了提子汁之後 變成酒 放在一些鵝蛋型的橡木桶裡 是沉添成30個月 算一下算一下 起碼3、4年之後 才會發出一個Vintage 這次我們試的年份 是2016年 是剛剛發出的 意大利的DOCG 你會看到 在瓶上 有一張用人手貼的 serial number 的紙 列明了 是從哪個產區出的 一般Nebbiolo 發出的顏色 已經呈現了 類似 虎鉑色 啡色 但這款是很新的 聞起來很新鮮 我覺得有點薄 很甜 有一點薄汗的感覺 有口 果味很豐富 但很辣 辣辣到 夾著 利胎 和醋 肉 拿著 肉 還是很嬰 我覺得 需要 一定要 乾燥 喝下去 最長的魚香 味道 是醋 這款酒 一定可以長久 十年八年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說的那種味道 大家不要誤會 是一些負面的東西 因為它的感覺 現在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配了食物 那種感覺 會不同的 例如我今天做了一道薄餅 薄餅 薄餅 我稱它為肉醬意粉 但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我加了白酒 加了牛肝菌 加了乾的番茄 來燜 表面會灑一些巴馬桑芝士 果然有食物之後 喝了酒 味道軟化了很多 滑了很多 兩種加起來 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